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针对这个姓名 我们已经用了他的一个姓 没有说我们已经直接称呼他姓名 其实这是不好的 我觉得如果前面你在家里 尊贵的王晓明先生或是小姐 我觉得这样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不过重点是我现在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姓名后面 如果这个人他的性别是男生 我就希望放先生 其他我就放什么 小姐 如果这个人他的性别是女 我放小姐 其他我就放什么 先生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规则 规则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用 if,man,else 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功能变数 性别 性别 他放在 首先是放在这里 姓名的后面 然后接下来用功能变数 这规则里面 去设定 用一个假如符合 性别等于 看你要写男或是女 随便 例如说我写男 性别里面只有男跟女 然后这个时候插入指纹 这要显示什么 先生 但如果不是的话 就其他的话 这是else 那就是小姐 所以变成这个地方的一个输入的方式 其实可以改变 如果你这边显示 这一边就要换成什么 小姐 这边就换成先生 确定 好 接下来我们一样点这个完成与合并 看看这个主文件 产生出来的文件内容 是不是正确的 首先点选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确定 王晓妮先生 您好 李大同先生 您好 赵小美 小姐 有的是先生 有的是小姐 她会依照性别来去做判断 那这份文件做完就关掉了 再跟你们快速的讲一下 我刚刚游标是落在姓名的后面 然后直接在这个插入栏位的 这边有一个规则 透过一个if then else 来做一个简单判断 那接下来就要请你们 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个先生跟小姐的判断